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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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當全球手機螢幕 越做越大 日本一家電信公司 反其道而行 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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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號稱史上最輕最薄 塞進錢包裡也OK 電信公司社長親自示範 從口袋掏出手機 輕輕鬆鬆不卡卡 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反觀其他大廠 手機螢幕 動輒6吋起跳 名片手機 黑白螢幕2.8吋 一手就能掌握 厚度5.3公里 重量跟一顆小雞蛋差不多 外型精巧 功能不輸一般手機 但是 電信公司 通過電信公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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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底好不好用 實際操作看看 好像有點落差 電機應用程式跑超慢 想按上一頁螢幕同樣慢半拍 瀏覽網頁也超不順 也難怪官方說 適合拿來當備用機 手機輕量化 另一家日本公司 也推出迷你手機 外型宛如小小計算機 能通話 能上網 也能傳簡訊 還有中國手機廠 主打超薄超纖細 放進牛仔褲口袋 也沒問題 在螢幕大就是美的時代 逆視操作 反撲歸真 成功掀起話題 三天新聞綜合報導